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口成章 长得相貌堂堂 犹如潘安颂与般的俊美容颜 在此地有名 他家是显赫 父亲乃是本地有名的生意人 他的叔叔是个御史 可谓是有钱有势的人家 因此 前来提亲者都是一些达官贵人 都想和他家结亲 皆都没有众议之人 父母很是忧愁 经常常叹短虚的 他的父亲七七成群 总是争风吃醋 明争暗斗 鸡犬不宁 他的母亲长得非常美丽 温柔贤淑 心地善良 虽说是原配 却经常被他的姨娘们欺负 孟德茨从小就目睹母亲受人欺负 愤愤不平 可又无可奈何 盼望着自己快点长大 保护母亲 长大后 总是处处袒护母亲 他的父亲甚是疼爱他 他姨娘们方收敛一点 不敢再轻易欺负他的母亲 只是暗地里使坏 孟德茨还有一个姐姐 嫁给本地一有钱人家 可姐姐刚嫁过去二年 姐夫变纳妾了 此后 姐姐日子不好过 郁郁寡欢 不久 变得病 身子骨不好 还疯疯癫癫的 一家人很是心疼 却又无可奈何 此事 让孟德茨打击很大 心里暗暗发誓 自己的终身大事 一定要自己做主 才不管什么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自己的命运 自己做主 有一天 他出外游玩 看到郊外田地里一对夫妻 在地里挥汗如雨的劳作 非常乐爱 妻子不时给丈夫擦汗 丈夫至头地拿来水 为给妻子喝 心疼地劝他回家休息 可妻子到两个人干活 总比一个人快些 干完活 一起回家休息 丈夫听罢 硬拉他去地头休息 到剩下的活自己干就好 可妻子执意不肯 喝了几口水 便开始劳作 丈夫无奈 只好加快速度 想让妻子少干点活 这一幕 被孟德茨看在眼里 感慨万千 很是羡慕 想起自己的母亲 虽然每天都穿金带银 被人伺候着 可他一点也不快乐 倒不如这乡村夫妻 两日子惬意 五味杂陈 呆呆看了会 叹息着离开了 此后 他的亲是挑挑拣拣的 高不成 低不就的 梦想着自己能遇到一个 和自己情投意合的女子 恩恩爱爱过一生 而不是像父亲一样 虽妻妾成群 可他并不幸福 他讨厌女子无才便是德 不明白 为何女子就不能读书 写字 自己定要找个爱读书的女子 为妻 只爱他一人 厮守终生 他的学友很多 都是一些有钱人家的 亡库子弟 每当听到 孟德茨不同凡响的夸夸其谈 都会忍不住捧腹大笑 觉得他是个怪人 时间长了 孟德茨不喜和他们聚会 游玩 总是自己出去游玩 有一天 他出去游玩 看到一个破旧的骨叉 非常幽静 景色优美 心情大好 想着家里每天都被几个姨娘 闹得鸡犬不宁 无法安心读书 这倒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不如来这里读书 兴冲冲地回家 和父亲一说 父亲欣然同意 只是担心荒郊野外的 不安全 可看他喜欢 游谊一下 同意了 派人仔细打扫一番 每天都按时派人 送去吃食盒用品 派了几个如狼似虎家丁保护他 可孟德茨瞒着父亲 只带了自己的贴身仆人阿福 在此住下 住下来后 这里非常安静 他安心读书 每当读书累了 就会走出去欣赏美景 心情大好 有一天深夜 他读书累了 又出去散步 此时 外面月明如昼 门虫横飞 劫牢 知了 和青蛙的叫声此起彼伏 但他并不烦躁 反而觉得这才是 世外桃源该有的样子 陶醉其中 呆呆看着天上的月亮 想着自己要是有个嫦娥那样美帝女子 做妻子该多好 可过了会 又觉得自己真是痴心妄想了 世间美女千千万万 可哪有那种冰清玉洁 美若仙人 不识人间消火的美人 不由苦笑着摇摇头 过了会 刚要回去 忽然眼前一亮 前面树下现衣美目盼兮 天生丽质的 长得极美的女子拜月 少请 起身 在月光下 身着霓裳雨衣 翩翩起舞 舞姿优美 美不胜收 犹如仙女下凡 梦得此痴呆呆看着 恍若梦境 心里暗暗感叹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美的角色女子 这不正是自己梦想的女子吗 她怕惊动女子 所以偷偷躲到树后窥视着 过了会 女子呼得消失 此后 隔三差五的女子便出现 在院子里翩翩起舞 过了会 离开 梦得此甚是喜欢女子 精神恍惚 无心读书 每天都盼望着快点黑天 期盼着女子出现 可她不敢置前搭讪 怕惊动了她 再不来了 就这样 过了一段日子 梦得此越来越喜欢她 她犹如仙女下凡 自己感觉配不上她 非常思念她 每天都鼓励自己置前搭讪 可到了晚上 女子来了 她又不敢置前 怕她消失 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 她茶饭不思 夜不能寐 身子消瘦了 她的仆人阿福为她献祭 偷偷跟踪女子 看她家住在哪里 知道家住哪里 就可以登门提亲 她就如愿娶她为妻了 可梦得此觉得 这不是君子所为 此事还是从场记忆的好 吩咐她不可透露出去 时间长了 梦得此发现 只有有月亮的一晚 女子方出现 此后 只有月夜 她在出去等待她 一个月后 她面容憔悴 精神违靡 竟然犯了相思病 阿福可吓坏了 当时老爷嘱咐她 让她好生照顾少爷 如若少爷有个三长两短的 饶不了她 有一天 老爷梦虎询问她 少爷都出去一个月了 为何不回家看看 阿福支支吾吾的 欲言又止 看着老爷犀利的目光 只好战战兢兢的 到少爷病了的 梦虎听罢一愣 沉思片刻 命她赶紧把少爷带回家 阿福连连答应着 第二天 编个理由 阿福往软磨硬泡 把孟德茨带回家 回到家里 父母看她的样子 很是心疼 吩咐下人做了燕窝 千年人参汤给她补身子 可此时的孟德茨 因为思念女子 食之无味 咳嗽得厉害 浑身无力 软绵绵地躺在床上 昏昏欲睡 母亲命人找来大夫 大夫至此为她好脉后 刀少爷乃是心火攻心 心病还需心仰医 原罢 开了一些安神草药离去了 可是孟德茨吃了草药后 依然不见好 反而重了 父母觉得她因是鬼缠身 孟虎命人找来神婆 为她驱鬼 一番折腾后 她的病更加厉害了 口里难难自语的 父母很是心疼 急得坐我不安 团团转 不知道怎么才好 有一天晚上 月圆之夜 孟德茨忽然精神大好 命阿福看看父母睡了没 不大会 阿福轻轻进来 告诉她都睡下了 孟德茨很是高兴 碎捏手捏脚地起来 坐在院子里等待女子出现 她明明知道 这不是古叉 是家里 女子怎会出现呢 可仍然抱着希望 迟迟等待着 可是等到午夜 女子没有出现 她失望叹息 心隐隐作痛 咳嗽得厉害 阿福吓得赶紧把她 搀扶回去 可孟德茨躺在床上 想着自己 好不容易喜欢一个女子 却不能娶她为妻 万念俱灰 肝胆欲碎 觉得自己快死了 多么希望临死之前 再见上她一面 死而无憾了 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她觉得只有在古叉 自己才能看到她 虽然阿福背着她去古叉 阿福听罢 吓了一大跳 这生更半夜的 古叉那么远 自己怎么背她去 老爷要是知道 还不扒了她的皮 为难地摇摇头 到老爷让自己看着她 再不能出去了 梦得此听罢 很是生气 脾气上来了 到他不背自己去古叉 自己就是爬 也要爬着去 言罢 挣扎着欲要下地 阿福大惊 左右为难 正当主仆二人闹得不可开交之时 忽然灵光一闪 面前现那女子 笑隐隐地看着她们 主仆二人目睹 都惊恶地张大嘴 阿福呆若目击地看着 心里想着 想不到 世上竟然有这么美的角色佳人 犹如仙女下凡 怪不得公子这么痴情 真是世上少有 以前自己只是远远偷偷看着 从来没有近处看过 真是一饱眼福了 那女子看她们呆呆看着自己 笑着说 小女子鸣叫雨仙 深夜不是有意打扰公子 只因公子病得厉害 还闹得厉害 只好贸然前来 早就耳闻公子大名 我是本地柳原外的女儿 喜欢跳舞 经常偷着出去跳舞 叨扰到公子读书 请公子见谅 言罢 道个万福 梦得此听罢 激动万分 语无伦次 怕她马上消失 鼓起勇气 向她表达爱慕之情 雨仙听罢 脸色飞红 羞涩地低下头 梦得此目睹 大喜过望 激动地浑身站立 到明天自己就亲自登门提亲 两个人相谈盛欢 情投意合 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让梦得此又惊又喜的是 雨仙不仅美貌如花 且还爱读书 写字 出口成章 两个人情意绵绵 饮尸做父 甚是投机 梦得此精神大好 变好了大半 阿福很是高兴 雨仙待到子夜 便离开了 梦得此怕她一个人大晚上 太危险了 急急命阿福追出去 送她回去 可阿福打着灯楼 急急出去 哪里还有雨仙影子 此后 雨仙夜夜至此 除了梦得此和阿福 别人都不知道此事 而梦得此也病愈了 能吃能喝 精神饱满 父母很是高兴 心里很是纳闷 怎么忽然病愈了呢 她的病来得快 去得也快 真是奇怪 过了一段日子 有一天 老夫人派丫鬟去 给梦得此送夜宵 丫鬟来到门前 听到屋里有女子声音 一愣 以为是府里的丫鬟 可听声音不像 因为她熟悉府里 丫鬟的声音 遂捏手捏脚蹲在窗外偷听 又轻轻捅破窗子望去 只见屋里 公子正姓高采烈的 和一掌的极美帝女子正在吟师作父 挥豪泼墨 看她们的样子 真的是天生地派的一对家旅 不有目瞪口呆 急急回去 禀报老叶老夫人 冒乎夫妻两听罢 半信半疑 偷偷过去躲在窗下窃听 又捅破窗子窥视 屋里果然如此 夫妻两面面相去 没有惊动她们 回到屋里 夫妻两揣测着 这女子定时妖孽 夫妻两商量一番 决定明天请法师前来 想要捉怪 胡思乱想的一夜未眠 第二天 孟虎偷偷命管家 去请法师前来捉妖 可是法师至此 偷偷在府里住了好几天 也没有动静 法师只好离开了 道等妖精来了再找她 法师走后 晚上 雨仙又至此 孟得慈忙学问她 为何这几天没来 雨仙气然一笑道 看来 我和公子的缘分尽了 你的父母已经找法师前来捉我 既已至此 实不相瞒 我是劫劳 知了 嫦儿 已经成精了 公子没有出现前 我每天都喜欢独自一人翩翩起舞 后来遇到公子 很是喜欢 我喜欢人间男更女之的生活 希望和公子成为夫妻 不离不弃的白头偕老 如今 我们不得不分开了 如若不然 我命没了 孟得慈听罢 大惊 紧紧抓住她的衣袖 苦苦哀求 到自己能保护她 明天就和父母道出实情 让父母成全他们 不会让她受到伤害的 雨仙听罢 既然累下道 我知道公子是重情重义的人 只不过 我苦练多年 方修成正果 如若公子不能护我周全 我便前功尽弃 命没了 孟得慈听罢 发誓一定要保护好她 让她放心 雨仙方破涕微笑 第二天晚上 一家人竟早早睡下了 雨仙又至此 孟得慈和她亲亲我我的 难舍难分 孟得慈看外面月明如昼 家人已经睡了 想欣赏雨仙的舞姿 雨仙高兴地出去 在院子里翩翩起舞 舞姿优美 孟得慈和阿福呆呆看着 陶醉其中 过了会 忽然 几个如狼似虎的家丁 从天而降 都拿着棍棒之前 抱打正在跳舞的雨仙 孟得慈的父母 怒气冲冲地看着 而正在跳舞的雨仙 猝不及防 花柔失色 大叫一声 慢慢倒下去 此时的孟得慈 主仆二人方回过神来 孟得慈大怒 怒喝一声助手 拼命之前护着雨仙 可已经晚了 雨仙的身子软软倒下去 蜷缩成一团 慢慢变成一个拳头大小的蝉儿 少请 百物缭绕 隐隐于约地 雾中现一女子的幻阳 瞬间 消失了 雨仙 雨仙 此时的孟得慈 心如刀割 肝胆欲碎 撕心裂肺地喊着 可哪里还有雨仙的影子 父母松口气 忙过去好言好语地抚慰她 到她这回看清楚了吧 那女子乃是缠而变幻的妖精 是妖又如何 她那么美丽 单纯无邪 有没有害人 对我真情实意 你们为何非要把她置于死地呢 她时而哭 时而笑 变得疯疯癫癫的 此后 茶饭不思 夜不能寐 每天喃喃自语地喊着雨仙的名字 病样样的 父母目睹 心如刀割 甚是心疼 母亲每天以泪洗面 郁郁寡欢 父亲想方设法地为她寻一文药 皆都没有笑过 一个月后 她心如枯稿 病入膏肓 悠悠而终 临死之前 祈求父亲 她死后 要善待母亲 护她周全 父亲心如刀割 含泪答应下来 她含笑闭上眼睛 一家人悲痛欲绝 心如刀割 她的父母老泪纵横 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的 只好把她厚葬了 过了一段日子 有个乔夫至山上打柴 被柴下山时 忽然看到山顶上 云雾缭绕 隐隐约约的现意男女情侣 乔夫一愣 擦擦眼睛 仔细一看 的确是一对男女 相依相围着站在山顶上 乔夫看男子样子 特别像孟德茨 可孟德茨不是已经死了吗 她心里好奇 遂扔下柴 偷偷登上山顶 仔细端详 呆若目睛 果然是孟德茨 一副先锋倒鼓的样子 乔夫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 两个人忽然消失了 此事传来后 人们都议论纷纷 纷纷揣测着 觉得纳宇仙虽是原生死了 可破神还在 把孟德茨救活了 两个人终在一起了 众说不一 越传越神 后来 又陆续有人看到这神奇的一幕 孟虎夫妻两知道后 又惊又喜 夫妻两每天都去爬山 希望能看到这神奇的一幕 再见一面苦苦思念的儿子孟德茨 可他们爬山一个多月 也没有看到奇迹出现 身体却好多了 孟虎不甘心 为了弄清楚 命人挖掘坟墓 打开棺材 只见里面 孟德茨的尸身完好如初 犹如睡着了一样 很是安详 忙把棺材盖上 重新埋葬了 此后 再没人看到那神奇的一幕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